嗨,大家好,瑞瑞,瑞瑞来了 大家好,我是瑞瑞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吗? 今天不是要来开箱我家吗? 没错,趁着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决定要把你们家拍得很漂亮 谢谢 现在就来开箱你家吧 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瑞瑞加实际的情况 这边是一房一厅一味的空间 然后室内的面积大概是十几 十一 十一平就是非常迷你的 就是给他一个人住的地方 我觉得虽然是一房一厅一味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魔术空间 好,所以今天就是带大家看一下 他心目中的魔术空间 玄关你觉得? 原本设计师他的规划是禁止在正面 那因为我有风水上的考量 所以我想一想 那经过我们讨论 我们就放在这个侧面 那这个侧面还有一个 我觉得有一个机关我很喜欢 是设计师把我们的这个总电源 他就放在这里 我们把电箱炒到这边 很多人在装潢的时候也会思考 说电箱到底怎么办 所以后来我们跟他直接把电箱门拆掉 然后用一个滑门来融合整个设计 这样要 因为有些人会放在那个 系统柜的层板的后面 然后你要开电箱的时候 你还要把层板这样拿下来超麻烦的 因为我自己家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已经经历过那个痛苦 我就跟设计师讨论出来说做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座位趋势 是像我们有年纪的人 我们穿鞋换鞋一定要有个鞋子 然后下面还有个抽屉 以整个总面积来讲 这个玄关说实话 我觉得算非常大 而且这整面都是鞋柜 然后我把部分当成是我的一个备品区 从玄关走进来之后啊 这边还有一个玄关柜 然后其实一开始 这个柜子在讨论的时候是没有的 那后来为什么有 因为有一个排油烟机的一个管 就我们原本原始买的时候 他这边其实是厨房 然后我们把厨房更动 但是因为那个抽油烟机的管线 是必须要排到外面的 这是固定没有办法挪动的 所以设计师就帮我们把它包起来 然后这边就可以有一些多的收纳 然后放一些杂物什么的 同时这个平台就可以拿来放花啊 或什么就是你进门的时候 就觉得心情比较好 然后也有留灯还有插座 就是椅背不是秩序 欧巴桑 欧巴桑非常担心插座不够 所以到处都要有插座 偶尔有时候刚好朋友来 他们手机要充电 这边也可以 其他地方不是已经有了 有啊 可是有时候 没办法 那个有点神经质 我想带大家看一下我的 魔术空间的客厅 我最爱的就是这个客厅 因为这边的采光实在是太猛了 这边是其实是西塞 但是我觉得OK啦 因为有时候台北市真的太潮湿了 就觉得有一点光线 其实会让整个家里面都舒服明亮 然后有通透的感觉 为什么这边会需要沙发床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是做 我算是一加一房 这个客厅算是 如果有人来的时候 需要过夜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个 漂亮的拉门 变成独立的一个房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拉门 这拉门的 idea 算是我 我想的 我就跟他说我要白色的铁键框 然后这边玻璃是用叉蒙玻璃 有光的穿透性 然后通透感 但是又有一点隐私在 后面就是电视柜 因为我们一开始有想说要壁刮吗 从来没有 其实我比较喜欢是壁刮 可能我觉得台湾多地震 我很担心电视会掉下来 但是因为他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就帮他找别的 那个柜子 这个是无印良品 但是也是碍于尺度的关系 所以就只能 就那时候找到最好的 就是这款式 然后这边他有一些 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 他本人是一些风水的 你不你算达人吗 资深研究员 我很乐于接受这样的封号 这个是 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紫南宫的金鸡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住卧室 参观瑞瑞小姐的房间 很神奇哦 十一瓶里面居然还能放 queen size的双人床 而且左右两边还不是那种 完全没有走到 就是一边算是很宽敞的单走道 另外一边我当初跟设计师讨论就是 预留那个窗帘盒的尺寸 因为这个结构的关系 床头会有一个大量压过吗 床头有大量压过会发生什么事 通常 这个也是都市传说了 就是说如果床的上面有量 当然 会怎样 脑筋会比较不清楚吧 我感觉啦 所以 我本人就是非常的在意这件事 然后呢 我就 请教了 他就请教了一些 他心里面 深信的 神明 最后 神明给他的一个解法 在 神明的指导之下 在某一个吉时 要挂上去的时候 我还念了一个咒语 当然这个不方便公开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要 注意的事情是 我当初买了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 结果回家一挂 好像挡不住这个大量 第二天 又跑去英哥再去买一个 后来才知道 要用这种 这个叫什么 原生的 这个是加工的 加工的 没有任何法力 要真的葫芦 要真的葫芦才可以 还绑了铜钱 所以 自从挂了这两个以后 我就觉得 好睡 安心多了 他的房间里面其实有一个 比葫芦还要更神奇的 最大的事情就是 更衣室 竟然还有更衣室 你可以想像吗 我是完全无法想像 超开心的 因为他衣服太多了 然后呢 设计师还给我做了一个镜子 这也是有做镜子啦 穿衣服的时候可以 但是 基于风水的考量 我还是请他给我一个窗帘 因为我很怕我万一晚上起来的时候 看到自己会吓一跳 所以 还是请他 又加了一个窗帘 我们这个更衣室的门啊 其实是 一道门而已 它就是睡觉的时候 门关起来 然后平常要出去的时候 门打开 也是滑门 因为滑门叫 结省空间 结省空间 紧接着是 洗手间 come on in 我呢 有帮 这位太太想到要 浴缸 其实一开始厕所只有到这里 这里吧 然后我就跟设计师讨论 把那个 这边再推出去 等于牺牲了一点主屋的空间 然后 腾出一个浴缸 让瑞瑞可以 冬天的时候可以跑走 然后马桶这边 也是有选那个 免治马桶做 我们在规划这个浴室的时候啊 都有把 就是长辈的需求 考虑进去 因为虽然它现在 能跑能跳 能叫能笑能哭 但是 就是之后 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 都有扶手 因为浴缸旁边也是有扶手 这个是一体成型的洗脸盆 因为我要找的款式 就是 不好找 就是希望可以有 抽屉 然后 又有开放的空间 这样我觉得 使用上比较棒 然后在 那个抽屉这边 我有请 在浴柜这边 我有请 设计师帮我在后面留 插座 这样到时候用吹风机 就是可以 不用每天 在那边拔那个插头 我觉得很麻烦 再来这个浴柜呢 采用的是 就是镜子 然后里面是可以放个人物品 这个我觉得不错 我们有装了一个电热毛巾架 然后 但你很少用是不是 我想起来 他上次跟我说 他用一个比较 嚣张的口气说 因为他这个浴室有开窗 很通风 所以基本上毛巾放一放 就自然就会干了 我当初设计那个电热毛巾架就是 很怕那个毛巾超湿啊 滋生细菌会臭什么的 但是他这边就是 条件非常的好 所以就不需要 没有但是他有发挥他的功能 就是假设在 比较冷的天气 我要进去洗澡以前 我就先把它热了 那你等下用的时候 毛巾是松松软软 还不错 然后后面就是淋浴间 我觉得这个淋浴间 尺度算是蛮大的 然后在那个旁边就做了 用食材做了一个置物的地方这样子 然后一样有做无障碍的 现在来看瑞瑞家整个最精彩的地方厨房 这个厨房就是我觉得整个家里面 最魔术大空间的重头戏 最主要是我喜欢当孩子们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会在公共区域 那大家会在这边喝茶啦 喝咖啡 吃点点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家人聚会的一个 最重要的心脏地区 by the way 就是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电视 因为我是电视儿童 有看过最快要天亮才去睡 创造安娜是不是 还有那个tinder大片图 也是看完啊 这边就是一个摸字型的空间规划 然后这边是中岛嘛 但其实中岛下面都有抽屉 就可以放餐具啊 什么给大家看一下餐具有多少 这边就做大的收纳 然后就放锅子啊 什么就是瓦斯炉下面就放锅具 然后上面通常抽油烟机上面的层板都很难被利用 但这一次我们就有把这个设计做得比较完善一点 就是它这个层板它就中间开一个洞 让这个烟管可以正常的上去 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可以继续放东西 另外一面就是靠近水槽这一面 就有设计一些放置锅具的转角五金 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非常的多 然后洗碗机 我们这次选的是Miller 然后是半砍式的 半砍式就是面板 有一半的地方可以搭配你厨具的整个颜色 接下来就是这个水槽 我们这次龙头都是选这种雾面处理的颜色 比较不会有水质站在上面 选择伸缩的龙头就是 因为当你水槽的面积比较大 你就可以这样子 清洁比较easy 再来这边就是冰箱 上面有贴老虎打嘴巴 蛮用的 我有在这边规划了一些空间 比如上面这个盛板可以拿来放电磁炉 然后这个抽盘就放烤箱 诶这个是什么 烤盘 你看很多吧 然后又有一个抽盘放电锅这样 下面还有两个抽屉可以放一些杂物 再来就是这边 这个呢 是我当初很坚持要规划的 因为它太暗埋了 对吧 所以 这边就有做一个 食物的 那个抽屉 你觉得好用吗 超赞的 赞齁 抽屉又去补货 我一定要讲一下这里 这个天花板上面 我们设计师有帮我们 预留了 也不是预留啊 就是创造更多的收纳 就放上面 所以其实这一整排 这个空间都是大量的收纳 都可以放行李箱啊什么的 以上大概就是瑞斯加的 你搬进来多久了 刚好半年 那你觉得怎么样 整体 超开心的 而且重点是这个 以房子来讲 是因为是依照我个人需求的 量身打造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 贴切我的使用习惯 那你觉得有我很好 of course 清一下要清一下 太多了 我会把就是相关资讯 比如说设计公司啊 部分的家具 家电的品名资讯 放到底下的资讯栏 然后也希望你接下来在这边 就是住的越来越满意 越来越舒服 谢谢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拜拜 谢谢